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新网直升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4月11号 星期四 今天节目开始前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酸钩代谢包以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谢女士她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提高 终于是摆脱了多年的咽尿问题 谢女士的这个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包 更多详情请您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您在520网站提问 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飞在南海局势升温下 美日飞今天4月11日在华府举行了首次三国峰会 再次向中共发出了明确信号 中共是邻国中的异类 而美日飞新构架将会对中共在区域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威慑效果 与此同时 中东战事升级 美英警告伊朗误动的同时 中共却站出来支持伊朗 而美国B-52轰炸机执行的突发任务令北京震惊 今天11日拜登与日本首相和菲律宾总统 在白宫以前所未有的三边形式举行了三方峰会 同时宣布在菲律宾进行新的联合军事行动和基础设施投资 美联社报道说 美日飞利用首次三边峰会 就是要跟中共表明他们在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 咄咄逼人的态势上是步调一致的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白宫认为这次峰会是为了反击中共的恐吓企图 并发出了一个信息 也就是中共是邻国中的异类 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瑟姆认为 本次三方峰会的目的是在重申并加强美日 在面对中共军事侵略 政治战 对维护菲律宾安全的承诺 会议内容还涉及到许多安全和经济议题 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成为峰会的主要核心议题 三国领导人将会宣布 美日飞的海岸警卫队 今年将会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巡逻 未来三国将会在菲律宾海域和空中进行更多联合巡逻 特别是在中共压力最大的南海地区 纽索姆指出 日本早已经是菲律宾经济和基础设施 发展的巨大贡献者 现在形成三方安全合作将会大幅增加菲律宾威慑中共的力量 除此之外 两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还提出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 向菲律宾提供25亿美元来加强他们抵御中共压力的能力 美国之音引述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有华的分析说 以前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关系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善行构架发展 例如美日同盟 美非同盟等等 而新发展是以美日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关系逐渐广化和深化 其中日本的角色是格外重要 可以让那些可以选择避险的国家在中美的竞争当中 对美国的安全承诺逐渐感到放心 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日非澳四国4月7号首次举行了正式的海上演习军演 也是为了往后的美日非联合演习做开端 比较特别的是2023年3月份 美日非三国的国安单位协议成立了一个新的构架组织 针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军事行动强化意志力 并为台湾有事的情形预作准备 这个三方防卫构架也可能在未来进行共同训练 日本积极参与确实能使中共更无法在南海 甚至整个印太地区为所欲为 美日非携手强化防御关系 中共外交部欺诈 今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痛批美日双方抹黑 说攻击中国在南海以及台海问题上的立场 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在南海拼凑了小圈子 以合作为名搞对抗秀肌肉制造乱局 是地地道道的霸行主义 而就在美日非在华府首次举行峰会的同时 中东地区伊朗和以色列正面临随时开战的可能性 今天11日英法德给伊朗打去电话警告不要升高中东局势 而叙利亚政府也正式拒绝了伊朗 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请求 而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 英国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如果伊朗发动攻击的话 那么英国必须准备好对伊朗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拜登总统更是明确的对伊朗表示 不要攻击以色列 我们支持是铁定的 布林肯说 美国与以色列一起反对伊朗 以及其代理人的任何威胁 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航空母舰和其他的几艘潜舰 已经是奔向了以色列使去 路透社的消息说 伊朗向华盛顿表示 他们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计划 因为他们不想发动地区战争 可中共却无视美国直接敦促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的说法 中俄都强烈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领馆 但是美国似乎对中共早有准备 据CNN独家报道了 美国一次具有史诗级的飞行任务 美国派遣了B-52轰炸机 以及三名驾驶员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 执行了一场飞行时间33小时 飞行距离超过21000公里的任务 这档飞行任务是从美国大陆出发 飞越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 俄罗斯东海岸之后 再飞过中国与北韩附近的空域 在不落地的情况下 再与韩国和日本的战斗机编队联合执行飞行任务 完成以后在转东北方向飞回美国 飞行任务总计是需要超过33小时 报道说三名飞行员轮流休息 让B-52轰炸机处在飞行状态执行任务 从越战开始 每一场美国参与的战争之中 都可以看到B-52的身影 B-52战略轰炸机具有最高的机动性 有更强的战斗能力 第八空军司令阿玛格斯特少教认为 这次B-52与中韩联军联合进行的飞行任务当中 这展示了B-52具备稳定并长时间的飞行能力 对中俄领导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据法新社的报道 应泽连斯基的请求 瑞士1月份同意主办乌克兰和平峰会 瑞士政府在今天4月11日发布了公告说 6月15日到6月16日在瑞士罗塞恩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 会议将会邀请100多个国家的政要参加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这次峰会是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进程的第一步 他表示我们不会在这次会议上签署和平计划 但是希望峰会之后能够再举行一次乌克兰问题会议 泽连斯基昨天呼吁各国领导人出席这次峰会 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正在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目的是获得具体的成果 表明对公正结束战争的明确立场 俄罗斯则对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提出了谴责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指责 美国民主党人是这一切的幕后 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照片和视频 来表明乌克兰计划仍在进行之中 据俄罗斯驻瑞士大使馆新闻秘书霍赫罗夫表示 瑞士没有向俄罗斯发出邀请 即使我们收到了这样的邀请 俄罗斯方面也不会参加 不过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表示 虽然俄罗斯不参加这次峰会 但是没有俄罗斯参与 和平进程将无法实现 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其实卡西斯在纽约就会见了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就是想说服俄罗斯来参加这次会议 但是俄方认为瑞士不是中立立场 瑞士外长表示 中共对举行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持积极的立场 美国也确认会参加 不过白宫是否认了瑞士媒体所说的 拜登将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说法 表明还没有确定谁会去参加 彭博社此前也报道说 瑞士希望有80-100个国家的代表 都能参加这次峰会 目前 泽连斯基正在立陶宛首都 维尔纽斯出席三海峰会 三海联盟是由13个欧盟国家 组成了一个联盟 位于波罗的海 亚德里亚海 黑海之间的中欧 东欧国家 形成一个经济体 泽连斯基会见了捷克 波兰 罗马尼亚总统 并在峰会上发言 他几乎见人就说 我们需要防空导弹 日前更警告 如果美国援助断绝 那么乌克兰将会战败 俄罗斯在油库被炸以后 对乌克兰进行了报复行为 开始密集的长城攻势 乌克兰全国多处能源基础设施 在今天4月11日 俄罗斯炸毁了基辅外面的一座全国最大的发电厂 其中第二大城市哈尔克夫 有数十万市民陷入停电 泽连斯基还表明 将不排除俄军会对哈尔克夫发动地面攻击 开始新的战线 昨天10日 拜登呼吁美国众议院立即投票 解决向乌克兰援助的问题 最新的消息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是拒绝了将参议院通过的外援议案在众议院全院进行表决 昨天4月10日 多位美国前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 中共通过专制手段实现多边主义 利用经济援助 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等等 这都是华盛顿长期关注的议题 而中共对联合国的恶意影响 使中共能够逃脱责任 隐瞒重要的信息 并操纵了成员国的立场 面对中共对联合国等等国际机构 日益施加的恶影响力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在昨天4月10日举行了听证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 尽管中国对联合国的财政捐款相对较少 但是中共已经利用他们对联合国系统的操纵 为自己谋求自身的利益 包括使自己免受侵犯人权的国际批评 另外中共不仅仅是寻求主导国际秩序 还寻求取代它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共通过参与联合国 掌握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艺术 中共目前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 所分摊比例的大约是15% 仅次于美国的22% 远高于排在第三名的日本的8%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总计交纳了4亿9千多万美元的联合国常规会费 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 布雷姆·伯格大使告诉委员会 世卫组织艰难的推进对中共新冠溯源调查 正是中共恶意影响联合国的有利证据之一 而中共的人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期间 利用这个职位推行更加专制的互联网治理模式 并且还在全球市场上支持华为等等企业还有技术 以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为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国 还企图夺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这个职位 但是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击 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代表凯利·克利表示 中共还向联合国施压 以阻止人权活动人事发声 他透露说 在协调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莎进入联合国总部参加论坛的时候 他被告知 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每天都给秘书长打电话反对 并且大喊大叫 声音大到外面的办公室也能听到 他还提到 习近平野心勃勃的要重塑二战后的全球构架 并且进行调整来适应中共的统治 习近平思想根植于极权主义 与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支柱性规范框架 都是背道而驰的 布雷姆·伯格大使还说道 总而言之 如果美国要参与联合国机构 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努力制定议程并寻求领导职位 或者推荐和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候选人 美国可以与盟友密切合作 协调立场和投票策略 共同推动联合国机构的改革 确保联合国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据彭博社的报道 北京当局试图透过马席会 凸显两岸一家亲 但是台湾3月份对美国出口 年增65.7%到91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仅成长6%到79亿美元 为2003年年终以来的首件 贸易数据显示 两岸渐行渐远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但是台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美国如今再度夺回了这个宝座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3月份台湾出口额为418.2亿美元 比较去年同期成长了18.9% 进口额为331.4亿美元 比较去年同期成长了7.1% 累计今年前三个月 进出口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 与12.9% 根据台湾财政部的统计 台湾3月份对东南亚国家 以及美国的出口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对东协出口大增47.1%到89亿美元 对美国出口更暴增65.7%到91.2亿美元 据报道指出台湾3月对中国出口年增6%到79亿美元 是中国从2003年成为台湾单月最大出口国以来首次退居第二位 不过如果加入香港的话 那么中国依然是台湾最大的海外市场 3月份出口总额达到127.2亿美元 比较去年同期是衰退了1.3% 财政部的这个报告还指出 台湾对中港的出口表现依然是很疲弱 彭博社报道说 台湾的情况并非是个案 在美国近年来 致力摆脱中国制造的环境之下 全球贸易版图正在出现变化 例如韩国对美国的出口 也在去年年底超越对中国的出口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